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端午安康 在这传统的节日中 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网路在包粽子 正夜飘香端午安康 那么今天小熟良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粽子非常好吃而又简单的做法 只要您按照这方法来做 包你包出来的粽子不夹松不露蜜 话说到这边 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煮粽子的时候 都是直接加水煮 难怪你煮出来的粽子那么的不好吃 看看隔壁老奶奶老一辈子的做法 简单好做又美味 只需要往里面多加两样食材 那么保证你煮出来的粽子乱乱又香甜 最关键的是一点都不会加生 做法可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您要是包粽子时经常书现夹松糯米的一个情况 那就跟着小熟良的视频一起进来看一看 写一写吧 整门跟隔壁老奶奶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糯米 这个糯米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人数来做准备 今天我准备的是五斤的糯米 就这样子简单给它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来淘洗一下糯米了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上浆水 这个水呢我们尽量倒多一点浓没过糯米就可以了 视频看一点点赞点一点 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知识呢都是小熟良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糯米在晾赛以及印酥的过程中呢 难免都会过上一些杂质以及灰神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只需要轻轻的给它淘洗一下 将表面的灰神以及杂质简单给它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过里面的这些糖米水呢我们不要给它倒掉 直接给它接下来 然后用来淘洗脸或者浇一些花洗头花洗衣服都是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不错 把糯米给它淘洗干净之后 咱们给它捞出来控水 然后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那么这回呢我们就要开始往里面倒入数量的骨碱水了 这水量呢咱们一定要给它加足 能够没过糯米就可以了 下手稍微给它扒拉两下 给它搅拌均匀 让里面的每一颗糯米呢都能够完全泡在水里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放一边浸泡个30分钟 也就是两小时 上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碗 然后在碗碗中加入50克爪幼的黄芝籽 用这个黄芝籽来包粽子呢 这种做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在我这边呢可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吃 几乎每家每户呢 一下子都会包上10多斤 至少的也要包上5-6斤 每个人呢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吃 不过因为商联在外长在外面呢 所以难免都会裹上一些杂质以及细菌 所以呢这回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面粉 以及这个小苏打 尽情来给它淘气一下 因为面粉它本身就既有很香的吸护心 它可以把表面一些放弃中的杂质以及虫乱通通给它吸护出来 淘气干净之后 真正直接给它放入这个糯米里边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一起给它放一边浸泡个20分钟 在这炎热的夏季里 用黄纸纸呢来包这个粽子 做成碱粽子 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心强又可口 非常非常的美味哦 好了 简单给它浸泡个10分钟左右 这回所有的黄纸纸呢 也已经全部融化在这个糯米里面了 完全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接着我们只需要将这些糯米水 给它倒出来控水 了干就可以了 其实呢 用这个黄纸纸呢 来包粽子呢 那可是比肉粽还要美味 还要好吃哦 最关键的是 做法也是极其的简单 还有这些粽叶呢 我们要提前给它心细干净 不过心洗这粽叶呢 也是特别关键的一步 因为这种粽叶呢 毕竟是长在树上的 所以难免呢 都会裹上一些蜘蛛网啊 以及细菌或者灰神啊 所以咱们在食用之前呢 一定要进行彻底的给它淘洗干净 淘洗干净之后呢 咱们一定要给它放到瓜中 进行给它煮一下 第一呢 不仅能够很好的细熟 粽叶表面的一些农药残留 以及脏东西 同时还能给粽叶 进行一个杀金消毒的作用 最关键的是将粽叶给它煮一下 还可以提高增加一个 粽叶的柔韧度 生儿使我们包出来的粽子呢 不容易漏蜜 不容易裂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包粽子啦 包粽子呢 其实说简单 它也不简单 说困难呢 咱们一看也能够明白 如果是粽叶比较大了 咱们就用一片就可以啦 如果是粽叶比较小的 一定要选择两片 然后叠放在一起 光的这一面呢 咱们要扫上 而有毛的这一面 咱们一定要给它扫下 就是外面 跟着咱们在种页的三分之一树 然后简单给它走过来 给它折成一个漂亮的漏豆形状就可以啦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糯米 以及配料 全部给它放进来 当然今天我包的这个碱粽子呢 是比较简单的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配料 因为在我们这边的洗漱呢 就是包这样子的 如果是别的地方的一些洗漱呢 我们可以往里面加点这个红枣啦 或者枸杞啦 或者红豆绿豆都是可以的 把糯米给它装进来之后 接着我们再把上面多余的叶子 从上面给它对折一下 然后转个弯折下来 接着我们就可以洗漱一根这个绳子 进行给它绑起来就可以啦 这样一粒 传统粽子的四角粽子就包好了 其实呢 粽子的包法真的是多种多样 不过这种四角粽子呢 也是最传统最重中的 用这个方法包出来的粽子呢 保证你一点都不会漏米 如果在洗粽液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给它处理好之后 这样子一点都不会裂开 其实呢想要包出来的粽子好吃又美味 做法呢不管是挑种叶还是洗种叶 或者淘洗糯米 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关键 这种四角粽子的包法呢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很多人呢 一直都是写不愧 我们只是要挑选这个叶子 然后在叶子的三分之一数 给它对折一下 折送一个漏斗形 接着就可以装置这个糯米啦 然后最后我们再装好糯米时 再把这个堆椅的粽叶 先布给它盖住 然后再转个弯 最后绑上松子 就可以美美完成啦 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四角粽子呢 每一粒都是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漂亮 包你煮出来的粽子呢 一点都不会漏米 也不会裂开 今天呢为了教大家 这个包粽子的做法 我把速度呢 是放在最慢的一个速度 慢慢的包给大家看 做法其实真的是 一看都能够立马写的会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视频看到这边呢 每个视频呢 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觉得小足量 做的和讲的还可以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而如果大家还有更好包粽子的做法呢 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席留言以及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学到您更多的知识 好了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呢 就已经足足包了十斤的糯米了 这样子做出来的四角粽子呢 每一粒都特别的结实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准备一个这个沙瓜 或者是压力瓜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将八号的粽子 均匀的给它放入瓜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往瓜中 倒入数量的冷水 这里咱们一定要加入冷水 而且水量以示性要给它加足 至少要摸过粽子才可以哦 那想要煮出来的粽子又香又糯 而且还不加生 那么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 两样最关键的食材 第一呢 就是白树 关系要往里面加入十克 转右的白树 那么接下来这一步呢 也是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往里面加入 少洗的这个使用键 使用键大概五克就可以了 这样子可以使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呢 不仅颜色更加的碎粒 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又香又糯 最关键的是而且还不会出现一点点夹生的状况 不过扣上盖子开洗大火 等上锡之后再转小火继续给它煸个十分钟 就可以每每出锅装盘开吃啦 哇哇哇真的是太香了 伴随的空隙呢 那整本都能够闻到一股容易的正香味 然后再把粽子给它提出来 控水放凉 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粽子呢 不会出现一点点糯米裂开的情况 每一个呢都是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粒粒分明 暖暖又香甜 看到这里口水忍不住都已经流了一滴啦 啊真的是太香啦 那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包粽子 以及自无粽子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赶紧收赏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状况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